大家好,我是小池 这个视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钻纹龟的环境应该怎么设置 首先容器小池就是推荐龟友养钻纹龟的时候 就用玻璃缸进行饲养 那么因为钻纹龟它的互动性和观察性都是非常强的 用玻璃缸进行饲养就更能体验到养钻纹龟的一个乐趣 那么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的一个钢体或者是周转箱进行饲养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是根据自己环境进行一个选择 那么容器的大小呢 小池就建议尽量采用更大一点的一个容器 因为首先钻纹龟呢 它是可以进行生水饲养的 另外随着它的一个长大它的水域会非常旺盛 而且又比较活泼好动 所以说呢就需要更大的一个空间 保持它这个运动增强它的这个体质 那么最后呢就是其他设备的一个配置 小池就建议呢设置一个过滤器 因为钻纹龟呢它对一个水质的一个稳定还是要求非常高的 如果水质经常变化呢或者是说有问题呢 就比较容易腐皮腐甲 那么我们就建议大家根据自己钢体的一个大小或者是未来水体的一个大小 选择一个尽量大的一个设置一个尽量大的一个过滤系统 其次呢就是需要设置一个晒背台 第一个呢 钻纹龟还比较小的时候 那就是需要一个晒背台休息或者是攀附 这样子呢可以休息换气 或者是钻纹龟腐皮腐甲 它就会爬到这个上面来进行晒背干身 这样子有利于它的一个康复 最后呢钻纹龟呢 它还是需要换甲的 所以说它需要干身的地方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或者是自己动手DIY 设置这个合适的一个晒背台 最好呢能够根据这个水体或者是水位的一个大小进行设置 那么设置的时候呢就不要卡到这个钻纹龟就可以了 其次呢如果是我们仰在庭院或者是阳台呢 这个晒台呢就建议能够晒到一部分的一个阳光 是比较好的 那么如果是我们大部分龟友呢 都是仰在室内的话 小子就建议配备一个这样子的纯光谱的太阳灯 纯光谱的太阳灯呢 它就会有UVA UVB了 那么当然它的价格也会比普通单个的UVA或者是UVB的灯的价格更高 最后呢就是建议大家配置一个加温棒 首先如果是苗子的话 它肯定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温度 特别是刚到家的稳定的温度呢 就有利于养定养好这个撞门龟 或者是冬天或者是说遇到这种温度变化呢 就需要建议大家控制好这个温度 最后总结一下呢 容器呢就可以选择玻璃缸啊 或者是周转箱 那么其他基础的一个配置呢 比如过滤系统 晒背台 晒背灯 加温棒 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配置了 小池的这个配置呢 也仅供大家参考 那么因为还有很多设备 小池可能没有一一接触到 或者是说呢 龟友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想法 构思进行一个设置 这个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